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这个穿黑衣服的高个 是徐州的孙传龙老师 在和拳友一起练习推手 他这是典型的 洋式无式为代表的推手风格 引而不发 训练他的内劲 主要是得及得士 训练这种得及得士 这是洋式无式为代表的拳的 推手的典型动作 太极推手分几种 一种是竞技推手 现在有的竞技推手和摔胶相结合 有的干脆就把太极推手 发劲 画劲和中国教各种招法结合起来 其中有一部分 中国教的下各种伴 不容高挑伴 不容过期 这竞技推手是分两种 就是一种更开放 一种 限制比较多 民间推手 又分两种 一种是这叫圈类推手 就是说太极圈类 都用这种方法来推手 一种是跟各种各门各派 都进行推手 就是对抗性推手 但是不准使败 不准下陷抱帅 所以这是三种 现在孙传龙 帅哥孙传龙先生在这个推手 是典型的洋式无视太极推手的 一种方式 引人不发 主要是为了训练 得着机会的时候 发一下试试就完了 不把人逼到特殊的地步上去 现在这个推手的是个教练 在推手的 显然是在做假 这个是在配合 没有到达这种程度的人 轻轻一推 对方就倒了 就只有配合才做得出来 现在呀 他一拳推手 做假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很难看出来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一般的像这种推手 就有点假的厉害 你要说他不是假 那也是 是吧 完全是 为了让大家看 也可以理解 是吧 但这个假的有点 有点大发点了 大家看 咱们猎猎猎猎 都是不分之吧 咱们到用的时候 是不分之0.1 轻轻一摸 对方就倒了 倒的这么厉害 不管哪个动作 他都带有 大家看 大家看 不争不巧 在实际的动作中 在实际的动作中 这种倒也不会这么倒 没办法 现在武术 太极 等等传统武术里头 做假的情况非常严重 在真正推手的时候 你就很难做假了 有对手的做推手 所以完成了 很难做假 在教学的时候 就容易做假 玩吧 玩得高兴就行 这么一驴 这人就摔一根头 其实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太极拳老师 不是做假 有时候做点秀 这是有可能的 像这种做假的人 是非常少 教学 教学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是武士太极拳的高手 韩和平先生 在教权 教学 教学出现这种状况 也是高手了 如果在实际的推手中 能做出来 那就更应该说是高手了 对于这种推手 进行点评 是会遭到平台的禁言 这也是一种教学的一种 现在出现画面的是老六路的高手 老师在教学生 教学 教学和实际推手 是有区别的 是为了让学生体验这个进入 教学的一般的阳式 广式这样的教学的情况比较多 这是到国外区域的老权师在教学生 也是在给学生做演示 学生又高又壮 两个人相差的比较大 体重 个高都相差的比较大 作为老师没有两把刷子 是很难教学生的 体重相差这么大 身材相差这么大 仍然能够把学生带起来 已经相当的不容易 可见这个老师应该是有功夫的 这是老六路的魏蜀文的学生 在教学生 教学生也是在演示演练 并不完全是真推 只是他是学生 学生不会给老师做难的 应该看这个小伙子 帅哥 帅哥老师应该是功夫不错 但终究这不是真正的推手 这是在教学生 你往这根上扎 你看你死到那里了 你扎个腿嘛 他腿和你正好想撑了嘛 我给他扒出根了 你看看 我这腿的给他把根扒出来 我哪一个都会把根给他扒出来 突然飘了 扒个根才行的 老师往根扎 也要含了远近 我等一遍人家那个扎实了 你把他 你找不到腿 你去啊 走 都不像这往根扎的 扎的嘛 我把他把根给他扒出来 把根给他扒出来 他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你把他打 把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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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给他骗死 把他打 打不动 打不动 打哪里 把那顶就给他放开 讲的已经是很清楚了 这是一种人的学生 你打个打不动 打 他把他把他扒出来 等把他扒出来 等把他扒出来 把那个意识放了 还觉得底下 他觉得点贴 没有人说什么 都一个目的地 这是因为咱们前面送的嘛 目的地没打到 人家继续在收 我现在只要就是 怪物 怪物 把他扒 把他送到 我只要在怪物 扒那里 把他送 就是说他的胳膊 我让他尽量 尽快地送他 谁出去 送不开 还不行 对 他不出去的话 他那个力量越大 他这个 他这个怪物 扒出来越黑 我怪物 他一放下 他自己 自己的 现在这种教学生 这种方法的人很多 这是 红军生的 弟子 范德辰 他在教学生 这也是老六路的 他在讲权 也是这样的 他在教权 也是一代人 就给带起来 一哄哄着人家走 虚手师发 树中翘 纵实不发 亦能赢 虚师自有 虚师赞 虚师师师 功不空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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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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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老师在教学生 真实的功夫到底如何 只有亲自的试一试才知道 一般的情况下 这些老师都不和外人推手 只和他本门的人 他的学生推手 我们前面看到的几位老师在教学生 都是有点这个样子 一打学生就跳起来 一带学生就起来 他们这也算是一种玩法 前面我们介绍的孙传龙 孙传龙老师在和他的拳友在推手 那是一种推手 这种玩法 老师教学生 有时候他们之间也这么玩 也应该算是一种玩法 人们把它定义为 一种玩法 不是真正的推手 因为他们在用神 用意 玩劲 练的是劲 所以外人有人说他们是练神意劲的 简称 玩劲的 玩神意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 他们以为 有点贬低的意思 所以不太爱听 总之 这也是一种玩法 北京人讲话 玩意儿玩意儿 玩意儿是假的 功夫是真的 内在的功夫还是应该是有的 但到底有多高 那就很难说了 下面再来看几个 真是一个老太太 看老太太也是玩这个 这种玩法在公园的确存在 在公园里 有些人玩这样的玩法 没事没事 再来一个 还点了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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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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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要 他腔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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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 你看 是黑的 我在一旁边就没 哎 哈哈哈哈 公园里专门有这种 粘着就蹦 碰着就飞的 玩法 这仅仅是一种玩法 真正在推手场上 在竞技推手场上 是见不到这些玩法身影的 现在是民间的竞技推手 就是争胜负的推手 还有就是孙传龙等这种圈类推手 这是小黄帽 紫苏院小黄帽 也是一小博大 这属于圈类推手 民间的竞技争胜负的推手 太极圈类的推手 太极玩劲的推手 今天主要介绍的是 太极玩劲的推手 对于玩劲的推手 这种玩法 支持也罢 反对也罢 喜欢也罢 不喜欢也罢 它是真实存在的 我是胡天胡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